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说要发美国国旗 那因为等一下8点10分 就是秘组长的课 他8点10分才发美国国旗 那现在还是按表操课 我们继续来上课 昨天有没有睡好 有一些人好像讲得很小声 那就代表没有睡好 像我一样我过床铺 也是会睡不好 那么睡不好了 今天就可能要辛苦一点 那么我先来讲一个故事 就是马英九最喜欢long stay 所以有一次他带了白副总统 还有江院长坐直升机出巡 那么在飞机上江院长说 我身上有一万块 我如果把一万块包成一个红包 往下丢 那捡到的人一定很高兴 那白副院长就问他 你怎么不给他分成两包 五千五千这样丢下去 两个人捡到有两个人高兴 那马英九就说 你们很笨 如果我就把它分成十包 一千块这样十包丢下去 至少有十个人会高兴 那个直升机驾驶就转回头来跟他说 你怎么不自己包成一包丢下去 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都很高兴 怕你们睡不好会打瞌睡 好应该睡醒了 好我们开始上课 那昨天讲到说 为什么美国说台湾不可以公投 那昨天听完 你们认为可以公投吗 不可以 OK 不要踩美国的红线 那我们自己要觉醒 要觉悟 我们是被美国打败 现在被美国军事占领中 美国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要一步一脚印 美国对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要求 那这个美国 他也是根据 那个最高法院 他是要求 要根据国际法 就包括旧军战和平条约 要来让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那我们现在要要求美国 我们基本上比较没有条件 因为美国要求我们要训练四千个人 还有四十亿万份的那个台湾民政府 所发的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的证件 我们还没有达成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 在美国军政府的指导之下 一步一脚印 继续来训练 继续把我们脑中的一些中国的毒思想 要把它清除出去 好 继续 那么我这个刚刚讲 第三个重点我们来看说 美国国军事占领台湾 有哪些法理的依据 还有有哪些迹象 有迹可寻这样 第一个 这个法理一定要讲 就是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这是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 在1945年的8月17日 由杜伦门总统核准以后 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 在1945年的9月2号 对日本授降日来发布 在那个东京湾秘书旅舰上面 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 接受在台湾日本军队的投降 包括把他们缴械 那么 这个是有法理的依据 这个就是法理 因为美国它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 它才有权利来分配盟军 哪些国家去占领哪些地方 好比说 北韩北纬38度以北 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 都要向苏联的远东军的 总司令来投降 OK 那么印度支那 就是法属的印度支那 就是北约的 北纬16度渐以北的北约 包括台湾跟澎湖 是向中国战区的总司令 蒋介石来投降 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国会派陈怡来台湾接受台湾 OK 第二个法理就是一句旧金山和平条约 它的第二条B 日本放弃了台湾跟澎湖 但是在第二十三条A 确认美国是对日本为主要占领全国这个身份 这个日本就当然包括日暑的台湾 那时候有日暑的琉球 那么对日暑约的拟定 还有跟其他五十一个同盟国一起来协商 都是由杜勒斯来主导 这个杜勒斯后来做到美国的国务卿 他是由美国总统来特任 聘任的特使 这个特使要跟其他五十一个同盟国 来协商来起草 旧金山和平条约 再来就是台湾关系法 1979年4月10号才定立 追认到1月1号生效 这是美国的国内法 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 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力义务来定立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英国台湾关系法 或者法国台湾关系法 由这边可以讲说 前面这四项就是有关台湾的法理 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理依据 好 再来 1982年的雷根总统 对台湾有六项保证 这个是 那背景是因为当时美国要跟中共签817公报 那么那时候的台湾 不管是中国人或是台湾人 民心惶惶 尤其中国人 那些流氓来台湾的中国人 因为他们知道1949年 美国那时候国共内战正打得火热 美国发表的对华白皮书 就是要放弃中华民国 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在中国大败退的这个 一个压倒落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白皮书一发布 整个中国党军 兵败如山岛 本来还以长江南北 毛泽东政权的部队跟蒋介石政权的部队 在那边对立 那个一发布以后 国民党军真的是一败涂地 他们那时候的 国民党的中央的这个宣传机器党报 他们自己的报纸怎么报呢 他虽然是打输了 撤退 但是他不讲撤退 他自己的报纸上头条 新闻说我军转进 撤退就是转个方向前进 我军转进还说神速 听起来很厉害 我军转进神速 一日千里 照样在背叻 共军追赶不及 听起来好像 买书国民党派的 我军转进神速 一日千里 共军追赶不及 台秀不用说这么多 四日怕输招责 招来台湾 真的招责 所以 现在有一个817公罚要签 中国人均军 他们的中国人均军 所以蒋经国利用他的外交系统 情报系统 乞账美国要求说 拜托你 发表一些声明 来安打在台湾这些 所有住在台湾上面这些人 包括中国人和台湾人 所以雷根总统就发布了这个 对台六项保证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他保证了哪些东西 第一个 美国无意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 第二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 事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谘商 这个对台 不是我们台湾人 是 那个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台湾治理当局 那个台湾 好 美国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下来停止对台军售 这也是台湾治理当局 好 第四 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 第五 美国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仲介者 美国不能施压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 第六 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OK 这是对台六项保证 就是这些内容 那么我们想一想 有哪一个国家要特别对台湾保证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听过有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或者承诺 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要有保证跟承诺 就表示我们跟他一定有法理上的关系 就好像男女朋友 你交往到一个程度 不只手拉手 那个已经很亲密了 讲 谈到要嫁娶了 婚嫁了 那男的一定要跟女孩子保证说 你嫁给我 我一定保证你生活过得幸福快乐 我每个月可以给你三万块买化妆品 五万块买衣服 这样子 一定要跟他保证他才要嫁给你嘛 当然你们已经是关系很密切到论及婚嫁了 那我们跟美国关系也很密切 为什么 什么事情都要美国来指导 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 你要公投他不给你公投 你要把那个你公投的理由要讲到他 没话讲他才给你公投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管制我们 就表示他一定是在我们上面的顶头上司 他是占领者 我们是打败账的被占领者 我们这个身份你一定要认清楚 你一定要承认 我们才能够再振作再站起来 日本当初你看 目前的那个四大岛的那个新的日本政府 他就是承认战败 忍辱负重 在美军占领之下 他不用去花钱买国防设备 他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人才都投资在 经济贸易上面科技发展上面 所以很快日本从经济上 又重新建立起来他的民族的自信心 他甚至在1990年代 等于说用经济打败了美国 他的Toyota汽车 很多厂牌的汽车都外销到美国 把美国的汽车工业几乎是打垮 而且赚了很多钱 把象征美国的洛克菲勒中间也买下来 像克伦比亚的那些什么广播公司 都被Sony买下来 OK 好 好 那我们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 才不会做错事 好 美国贺电的意义 这是昨天秘书长讲过 那我就大概给他跳过去 但是这个贺电就正如一般命令1号 蒋介石一脉相承 好 那时候319枪击案 陈翠北有打电话给连宋 说发生这种案子 我们要不要停止选举 那连宋想说 他们两个合起来 支持率超过百分之六十 我们会来 马仔倒不快 结果输了两万多票 等于是连宋振宁输了0.228 这个怎么跟228事件 这个好像有228事件的阴影在操弄 OK 那么那时候 南营很不甘愿 就霸占凯道 凯达格兰大道 那时候一个礼拜贺电都没有来 所以那时候我们七上八下 那么陈翠北就要求 那个AIT的夏新 去要那个白宫的贺电 结果白宫要求说 只要你们中选会把那个当选公告 贴上公告栏 半个小时内贺电就会到 觉得真的 去贴的时候 蓝绿都知道 美国要要求中选会贴公告 所以都在那边 一个要让他贴一个不让他贴 所以把玻璃都挤破了 结果还是贴上去 但是那个连拍的那个照相机也拍到 就把这个传到白宫 白宫贺电就到 总统 所以蓝营一知道白宫的贺电已经到了 他们知道老板已经决定 陈水扁就是新的总统 所以他们知道再闹下去不好 所以就整个就溃散了 OK 那么这个贺电就是接续一般命令的第一号 一样 那么这个也可以说 当时候1945年10月25号 依据麦克拉社的一般命令 来的那个蒋介石 他们那一票人 以前是用指派的 派蒋介石或者蒋经国让他在台湾当总统 在中华民国当总统 OK 那么现在开放让你们用选的 从李登辉开始用选的 OK 好 不管你是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当选以后 都要美国的白宫贺电来承认 这好比说 一个美国的很大的那个素食店公司 他派 以前是派一个总经理 叫做蒋介石 来管台湾的素食店的那个分公司 来这边当总经理 好 现在开放让你们用选的 选李登辉 选陈水扁 选马英九 一样 要美国的董事会通过 那个派一个派一个贺电 来承认说好 你可以当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总公司 董事会通过 不能当 所以这个贺电很重要 好 好 我们来看 一些美国的军事基地做对比 好 菲律宾有克拉克空军基地 蘇比克湾海军基地 然后 琉球加州那空军基地 有普天堅基地 还有 古巴有 官大纳摩湾基地 那么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 这个是当时 东亚这边最大的空军基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以上 都是美国军事占领地 你注意 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 菲律宾跟古巴 是因为跟西班牙战争所取得的属地 也是军事占领地 一样 琉球跟台湾 是美军打败日本 所以才拿到台湾跟琉球的管辖权 依照国际战争法的规定 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我们来以伊拉克为例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你打赢的战争 你占领了人家的土地 并不能併吞 移转主权 变成你的土地 不可以 我们来看伊拉克这个例子 英美联军在2003年 3月19号开始攻击伊拉克 好 大概一个月多的时间 就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 而进入善意的占领期 然后 在2003年的5月22日 联合国承认 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的权利 他有权利在那边组织 一个类似政府的架构来管理 管理伊拉克人民 那么来到2009年的4月30日 英国部队降起撤军 那么美国的部队在2011年的12月 15日也是美国降旗测军 仅剩200多位当作伊拉克的军事顾问 好 你看 当时去攻打伊拉克 美军账面上是说花了3000多亿美金 可是实际上可能要再加一倍 那么花了这么多钱 为了去攻打伊拉克 又不能把伊拉克 变成美国的第51周 还是在打火大 可是国际法就是规定 军事占领不得已转出钱 包括像以色列当时占领了格兰高地 占领了38年 也在那边设了囤捆区 在那边很多移民进去 在那边做农业耕种 可是38年后 还是在国际法的压力下 他还是撤军 所以你打赢了战争 占领了人家的土地 并不能併吞变成自己的土地 因为现在都有国际法在规范 所以美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也死伤了那么多美国兵 还是要撤军撤退 那么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政府 占领台湾已经68年 今年是69年 那么我们因为秘书长 2006年10月24号控美案的判决 解除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不远 因为我们依照美国的宪法 依照国际法去告美国 我们告赢了 告到最高法院的时候 那个美国国务院 赶快宣布放弃抗辩权 所以最高法院也就把这个案子 暂时停审就是待审 等待好的时机 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训练 4千个人训练好了 台湾人大部分的人都觉醒 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时候美军要进来台湾 才不会被丢石头 好 那么美国军政府 核发台湾身份证 其他的法员怎么样 台湾政府 OK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有一个分类 我们这个身份证 台湾政府身份证 有一个class 你如果是本土台湾人 你的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 是可以申请到日本时代的 用毛笔写的那个户口藤本 你就是可以当作台湾人这个身份 这个是本土台湾人的身份才可以TW 那么如果中国难民要申请可以 但是他们的身份是西一 西是Chinese 一是一宅 就是流亡 就是难民的意思 他们拿的身份是难民证 OK 那么 将来台湾民政府执政 只有TW身份的人 才可以做公教人员 知道吗 才有政府身份 也才有资格参加选举 才有选举权 就是不管你是去当候选人 或者是去投票 所以台湾将来就没有难民对抗 所有的台湾事务 都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决定 自己办 自己决定 OK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一张身份证 第一个是代表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身份 OK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 各位同心 下课休息时 各位同心 下课休息时